前面两三分钟是昨天的补充板 当我决定了吃半面之后 我就来了一间在横街 生意不是那么好 但开了很久了 我进来站了好一阵 都没有人理我 直到我叫他 随房里面一个很老的老人家 他才反应过来 如果是他儿子在那儿的话 走进来都已经知道有客人了 都会问你要什么 至于他的儿子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有时没有在那儿 因为这间餐馆都是没有赚到钱 没有赚很多钱 他天天蹲在那儿都不是办法的 挂着在那儿又要吃又要拍 又要拿角度 那一个不小心 将那些酱汁弹到我件衣服 两滴 唉 很难有一些衣服 不拿东西了 污点 希望洗得掉 看到吗 我件衣服有两污点 以前如果我进来 是要吃炒米粉 如果是老人家 我真的很想等一会儿走 因为他的儿子炒得会好吃些 我只有几岁大的时候 都知道这件事 他都说肥仔叔叔炒得好吃些 有时是一个年纪很大的 虎女在随房 今天就是一个男人 其实八大道很多新开的小食店 那些椅子 那些桌子 都会让我坐得很舒服 私逝 即使只是洗几元 这间真的 哇 里面真的挺 今时今日来说 还有呢 我不喜欢用胶碗 你看边鼻的那些 这些胶碗 他们又用手洗 我根本不敢拿起来喝 因为拿起来喝 那碗很黏黏黏的 你看那些椅子 摆成这样 都没有人来做你 我吃完走了 都没有人发觉 因为那位老人家 在随房慢慢的 咪咪摩摩 因为他做每一样东西都慢 他应该是兼顾不到的 不过呢 跟他打招呼和说话的时候 就感觉到他是很随和 猜到猜到是老板的老爸 因为正常都不会 请过这么老的老人家 这这么小的店 也都很难请人 那有很多时候 某些 某些 就是怀念感觉吧 我都会想回去 光顺一下 但是都不是很敢吃肉 因为呢 心理作怪了 或者是 现实都会是这样 你忙的店铺 那些肉啊 那些海鲜啊 你就会怀疑它的新鲜 那我刚才吃那个没什么所谓 我吃光了 都没有吃到肉 我说实话 吃完之后都觉得 不是太饱了 可以这样跟着 吃水果来补充一下 星期六 以过天情 Hello 各位网友 大家好 多谢有些网友的关心 有时呢 会在车上拍就是 等着手可以 不用开机这么久 休息咯 刚才喝了一下 世界日报 我们纽约地方新闻 几条标题都很失望 第一条看到的是 女子清晨离开纽约 花拉省倒当 租亚瑞男子性侵 潜悟到 第二条标题见到 曼哈顿城区 监狱床位增加 華复社区不满 再来一条 起码是好消息的 纽约市警升职 还要是中国人 这个OK 另外一条就是 抢法拉省奶茶店 有一个非裔男子 幸好是一个小时 拉了 另外一件又是 我们这边 布鲁林的 男子社区 卖枪 判刑10年 跟着 事报广场再报 移民区欧17岁 男性被刺伤 哇 报新闻 尤其社区新闻 真不容易 每日面对 不过可能 他们没有我这个反应 或者已经盲目了 在皇后区这件事 发生在23天清晨 发生一起 池刀商人事件 一名31岁的白人女子 被发现 躺在大楼中 躺在大楼中 各位女子 身上多数受伤 满身都是血 目前被送到医院治疗 伤势严重 但没有生命危险 女子在接受警方 询问时表示 事发前 他曾经在法拉省 一次非法斗洞 参与赌博 在离开的时候 他遭到一名亚裔男子的强奸 接着有对他暴力攻击 这是他所说的 警察就在进行检查 调查 人家都要抓到 个严犯 才可以厘清这件事 还有几宗 全部都是负面的 完全都不想点进去看 有时真的看新闻 看标题大概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算走了 也不会完全不关心 这个社会 所有的变化 那你又不可以 什么都不知道 人家说 九五答八 究竟算不算是 一种批评 有人 不以为言 也都有人说 恶言相向 我自己就觉得 属于批评 这种批评 就算很轻那种 也都有网友 是这样回复 有时都是想施压 尋求一种轻松吧 太认真 太严肃 真的好像拉横条 那他说拉柴 看到拉柴这两个字 一定一呃一呃 少用 平时用得 稍微多一点点 就是批柴了 说到话真的挺有趣的 买这么多包 我告诉你 LSL 那些视频 其实就不是名给我吃的 OK 就算你看到我买这么大的披萨 我偶尔 我偶尔吃一块 有时干大块 整个披萨 我都吃不到一块 换句话 来说 差不多帮人买 又或者买给人的 你都没回意到我吗 我有时都会买板蓝 跟来喝的 幸好小朋友我冲涼茶给他们 他们都会喝的 另外呢 打边路 我不是用你说的那几种 醬料 混合为一个 碗仔里面 就是你说的那几种 几乎一模一样 你写这么长 我就不好意思 三言两语 那我用说的回复你 写的不行了 手提算痛 另外 有一个网友 他就留言叫我 关照一下 吸点意见 我确实是找不到方向了 最近他都有经营一个频道 开始拍视频 我记得我一开始的时候 是没有设备 也都没有方向 其实是练手感 因为你一开始拍视频 是怎么开机 怎么拍出来的后果好一点 那你是自己去练习的 最重要一点就是 千万不要固定 那其他 慢慢来 你说找不到方向 我一开始都是很乱的 一会儿又想拍开箱 介绍产品 一会儿又想去 随房 拍煮东西 又有时 会分享内心 会说一些感情事 一年前 和男朋友发生什么事 又想说故事 其实那时 完全不知道 自己适合做什么 或者 你要知道有时 是这样 人家这样有流量 不是你跟得上的 你看拍旅游 就不同 你看人家拍旅游 我拍旅游 我拍旅游 又不行 所以有时 又要看自己喜欢什么 慢慢摸索 其实你越上传的影片 越多 你就会看到数据 你就会知道 哦 原来我拍这些 多人看一点 如果热门的影片 又是你喜欢拍的 那你就慢慢有了方向感 过了大概 我觉得是三个月 每个情况不同 大概这么说 我就会在 几晚放了一百条片之后 然后我就会把频道 做到是内容垂直 就是 油管是很清楚 会知道 你这个类别是哪一种 它会在你上传影片之后 会推送 哪些群众 如果你太乱 太多元化的话 那 那个推送演算法 你不太了解你的频道属性 不要跟别人互定 你知不知道 这个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明说暗说 都有提及过这些事情 有时以为会是互相帮助 其实就被人在扣害 所以这个是很严重性的 如果真的有什么提及 初初做频道的 这个是第一条 而且油管都很清楚 每一个频道的流量 如何来 还有一种叫 不明白来源 都会影响到以后的方向 成长 当初的时候 我是想得非常单纯的 到后来才知道 原来是这么复杂的 除了数据复杂 还有人 在这种东西 就发生了 那 在这种东西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